很多朋友都想埋上鸡腿这个鱼比较好的画来方式一下这个实力环境 今天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象征着平安幸福吉祥的这个画 它就是鱼龙观影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整个九部纸组周围长的黑莲花座 上部也很好看黑个莲花座 大莲花座 在周围都是小莲花座 但是你埋回这个鱼龙观影 怎样才能把它养置好呢 很多朋友对这方面很有意味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几点 首先是这个土壤方面 必须选择这个换盆用土 因为这个鱼龙观影吧 它相比其他多种类伏还是比较土方的 但是你也得保重它的这个土肥形象 这个土壤用什么呢 你可以用这个 有条件你用这个煤球杂和这个圆图 加这个副叶图 要是没有煤球杂情况下 你可以用这个涂和啥和这个副叶图 加上远图 都按这个一笔一笔一笔的这个笔底都行 保证它的透飞量都行 这个光照方面 光照方面这个鱼龙观影是比较习惯的 透露这个颜色的夏天吧 你给它适当的摘着影 要不然的话 它这个叶片很容易塞转上的现象 甚至这个叶片发黄 这个冬天的时候 必须叫它建筑全光绕 假设你没有阳光的情况下 它这个整个这个上部这个像连环杖一样的这个叶片 它长的以后特别高 影响了它的观传价值 用这个弹的压符合肥 最好是用那个含压量高的 突进它的这个井根的涂状 这个浇水方面 这个夏天必须得保持在每天一飞 你也得根据这个喷涂的干湿度 假设这个下雨了或者什么了以后 这个喷涂不干 你都不能给它浇飞了 因为它是比较抗汗的 这个冬天呀 坚决控制浇飞 要浇的过湿了 很容易造出这个根部不乱的现象 这个温度方面 夏天的时候吧 这个鱼龙观影 你必须得给它适当折影 假设你要曝晒的话 它很可能出现这个叶皮 发黄 甚至出现转上的现象 这个鱼龙观影 平常洋芝起来吧 你冬天的时候吧 因为这个煤防管理比较紧的 它这个很容易造成这个 饼除海的危害 一般都是这个 被分尸和这个杰克松 这个期间吧 你可以就是每个月吧 你用这个杰克令 给它整个月面 盼它一遍 以防它这个杰克松的发生 因为你要发生了以后吧 它这个杰克松很难防止 导致郑主不灭关 甚至更不伸亡的现象 好了 关于这个鱼龙观影 样子的方法 我就给大家简单解说再想 喜欢的给我点赞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